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涌的频道,今天是2021年8月25日第332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月秀地产成为白武士》 首先要在这里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照,希望大家也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现在的广告有点长,希望各位容忍一下 希望大家记得帮我订阅,按下小铃铛,分享这条片给朋友,如果看完之后可以赞个赞就最好了 北斗涌,在这里多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和投资顺利 我们在第331集,我们就讲《共富计划》可能随时由内地杀进来香港 这条片出了之后,录得的观看次数都不错,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里,多谢各位 其实我拍这条片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弃然,也可能将来会变成一个事实 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是无奇不有的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往往都可能有机会发生的 所以在我们面前,如果将来发生的事,大家就不要太惊慌 不过这一出气就不是那么快会落幕的,我们要慢慢看下去才会知道的 正如另一出气就是恒大集团这一出气,亦不断地在演变中的 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它会将恒大中心传动卖出去 一个potential的买家就是月秀地产,编号是123 这间公司现在就想去研究一下它,为什么它会愿意出钱去买这幢大厦呢? 其实这幢大厦是否卖得成,还未知道的 只不过我们想知道,究竟这个事情长程是怎样呢? 或者这个月秀地产买入这一幢大厦的话,就对它来说,究竟有没有好处呢? 这一集我们慢慢来讨论一下 其实呢,由上个星期开始,已经是放着风 恒大集团会将香港的大厦卖出去的 这个就是它香港的旗舰店 原本想要高一点价钱,大概20亿美元,大概是156亿港元左右 其实这幢大厦是恒大在2015年用125亿 向这个华人置业的大楼买入的 当时这幢大厦的名字叫做美国万通大厦 全层26层楼高,大概的面积就是34万5千平方尺 当时来计算是创了香港的纪录 就是要36000元一尺 所以这也是一个纪录 看着恒大如何慢慢活跃,就令我想起 我以前小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在看这个真情 我经常都想看这个真情里的郑子诚 怎样死的 其实看了六十多集,最后我都要放弃 因为他死来死去都死不了,没理由不断地跟下去 其实这幢大厦 就是恒大中心 每尺36000元在2015年发生 两年之后,李嘉诚有样学样 都是用更高的价钱 就将他在中环的中环中心 卖出去,当时卖到402亿 所以可能 李嘉诚可以卖到这么好的价钱 都是因为大楼在这个湾仔 做起这个势出来 才可以令他卖得更高的价钱 所以李嘉诚 理论上都要多谢这个刘联雄的 我们再说多一点 比较精彩的游户娱乐性的东西 就是这个美国万通大厦 即现在的恒大中心 其实在1985年就落成了 当年大楼在1987年时 用1.6亿收购了部分的业权 其后去到90年代 才慢慢再拆资大约3亿元 扣下渔下的业权 最终大楼就很厉害了 125亿把这栋大厦出售给许家印 所以他可以堪称为这个楼神 至于这个月秀地产 小道消息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月秀地产 其实很希望在香港 找到一栋传栋大厦 是给自己用的 因为这样才能配合到它以后的发展 它现在租用的地方都是在湾仔的洛克道的月秀大厦 只不过这幅大厦并非是它呈动拥有的 因为业拳比较分散 如果搬来搬去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可以集中处理公司的业务,也是一件好事 现在恒大中心就成为业满的话题 如果真的卖得出的话,相信是2021年最轰动的物业买卖 这栋楼刚才也说过,全栋有345,000平方尺 根据我的计法,如果每一尺都可以租到100元出去 其实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价钱 345,000平方尺,成为12个月的话 每年的租金收入大约有41400万左右 如果可以高价156亿买出去的话 回报率只有2.65% 但如果好像月秀或市场上说的话 月秀希望出的价钱只是105亿的话 那回报率就会可观很多了 就会去到接近4% 那你说是否一件好事呢? 绝对是一件好事 如果对月秀地产来说 但对许家人来说 相信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因为他当年卖入的时候也要125亿 6年前 6年之后的今天还要20亿 卖出去 会不会显示到 其实我们香港地产市场的黄金期 其实就已经过去了 好了,现在我们正式来看看 月秀地产到底公司业务主要是做什么 他说主要的业务是发展、出售、管理物业 以及持有投资的物业 是一间纯地产公司 也挺好的 至于这间月秀地产有两个主要股东 一个叫月秀企业 持有接近四成股权 另一个就是广州地铁 这间接近两成股权 另外月秀地产也持有两家上市公司 其中一间叫月秀房地产 另一间叫月秀服务集团 这两间公司 现在的市值分别高达133亿元 以及56亿5000万元 至于月秀地产的盈利表现如何 可以在这幅图里里看到 你见到它的盈利每年都不断增加 到2020年底为止 这间公司可以赚到超过50亿元 相当不错 至于每股的盈利增长 大概是三成左右 非常不错 至于派息方面 这里有点古怪怪的 我稍后再告诉大家 怎样古怪 但你现在看到 每股大概是派12仙左右 另一方面就是派息比率 其实就不是很高 它只不过拿盈利里面的大概 是37%出来派息 已经是很好息了 那怎样好息呢 转头我会告诉大家 至于有些什么古怪的地方 原来有一则特别的报告 告诉大家 原来月秀地产 最近才用五股合成为 变成一股 所以这里有些资料 是未update到的 所以就变得比较古古怪怪 但是大家记住 现在这个价格 应该是五股合成变成一股 的情况之下 是显示出来的 好了 又下到这一条片 的差不多末段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月秀地产 现在的股价 是在做7.3 相当之不错 不过这个记住 是五股合成变成一股之后的价格 至于它的市盈率 其实是低得可怜的 它现在只是在做4.5倍 也不够 派息方面非常得人惊 非常得人惊 有超过8.2% 我未经证实 如果有人证实了 欢迎他留言告诉我 每股的资产正值 五股合成变成一股之后 就是值16.8左右 其实这家公司 都有能力 或者将来有potential 是可以私有化 如果它的股价再低沉 至于它的每股盈利 就达到1.635 每股的派息 只是派6毫子 其实是拿37% 左右的盈利出来派 其实它也有条件 可以增加派息 和可以增加派息的比率 至于整间公司的市值 其实就不算多 只有200多亿 只有226亿左右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 其实这家公司超不超值 抵不抵呢? 其实它派息一方面 一直都有派息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 只不过有两件事 大家要清楚知道 就是它曾经在2010年 十股供三股 也试过在2014年 就是每100股 再供33股 这两个 其实是一般的 因为要供股集资 就是要向股东拿钱 这一件事 很多股东都不愿意见到 因为派出息 都不够再供股给它 至于这家公司 如果它真的用105亿 去买了恒大中心的话 以每个平方尺来计 大概都要超过3万元一尺 究竟值不值呢? 其实中环中心 好像现在在买的 分分钟连3万元都不花 最后只能够希望 这家月秀地产 能捧得下这件物业 也没有买错 如果它买错了 其实这家公司 在股价上 会迟早反映出来 希望它没有买错 大家都安乐 各位,最近我有新尝试 就是在这个秒头的apps里面 写文章 写文章一定要用手机才能看到 麻烦你们在手机里面 希望你们可以用 stop fever 去下载一个apps 你可以看到 就像牛牛的样子 下载了之后 理论上你进去 就可以打不倒翁 就应该可以看到我的文章 这期可进行 的是希望电影股价 可以热爱 蛾干锋 希望各位多多帮衬 另外,下面 你也可以看到 将来有更多文章 你可以进去看看 还有哪篇文章 提到封面的 在这里帮帮忙,多谢各位! 各位,又有新文章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最近很少写文章 所以最近有朋友问起 最近有什么股票好投资? 我想来想去,如果是香港股票市场 只有电讯刑科是值得投资的 因为它的增长势头的确是很不错的 当然,这些投资的话,小小的玩就好了 始终电营这家公司有很多人都对它是怕怕的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点 但是这家公司如果想知道更多资料的话 可以去到这个link里就可以看到了 另外,电讯刑科这家公司 我觉得它和王伟基那家香港电视差无几 只要能使这家公司转亏为盈的话 股价上应该可以升 至于升多少呢? 希望大家进去光顺看一看 顺便帮我按一按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